西蒙前朝首相马哈迪 今早前往总检察署 接受白礁岛主权课题特工队问话 但马哈迪到场后发现 前总检察长阿班迪 还是特工队主席 便当场嫡系抗议 马哈迪在大楼外告诉媒体 阿班迪有利益冲突 不该处理这种案件 即便他早前已经致函表示反对 但当局依然让阿班迪 担任特工队主席 这实在太荒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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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实在太荒谬